冰箱里边还有一块温楼 暂时送的五花肉 咱们今天简单吃一个红烧肉 咱们把五花 给它切成麻将块大小 给它五花给它下到锅中 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溜酒 准备干打葱 咱们把它切成小段 准备点姜 水微微开后 咱们把这浮沫 给它打一下 然后咱们把五花 捞出 这下咱们还是传统手艺炒糖色 然后来点冰糖 咱们先把冰糖炒化 然后炒至枣红色冒泡 咱们把葱姜下到锅中 然后把烧好的五花肉炸到锅中 就这样简单煸炒个五六分钟 然后给里边来点生抽 露抽 然后稍微来点水 蚝油 放来点八角桂皮香叶 撒来点盐就OK 小火咱们回来过度一个小时 切成两瓣 放来几个小线椒 茄子 给它蒸上二十分钟 然后咱们稍微来点蒜 炒准备点小米椒 咱们给它切成这种小圈圈 来点这个生抽 香油 盐 花椒粉 蚝油 陈醋 一点辣椒酱 再来两勺辣椒面 来上一把小芝麻 然后咱们给上边烹点热油 然后蒸好的这些 咱们给它 好 咱们给上边再来点这个蒜末 把调好的溜汁 给它抖到上边 再来一把香菜末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好了好了大家好 我点不容易啊 终于狗尽了 这红烧肉不赖 来嚐 来 Вы 红烧肉已经软弱到这个状态 吹弹可破 一夹就碎 今天是红烧肉 真是太爽了 再来刷一宿块 咱们稍微来点红烧肉的汤 相当nice 再来点茄子 小小的那么一半 这一块的米饭 真是太享福了 再来点烂腌菜 真是小碗 直接就起飞了 小碗 小碗 超好吃的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这个姜片 还是小爱心 就是这个姜片 有点是不是 有点什么 有点不错 很不错 有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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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东西 有点不错 有点不错 哦对了 太点忘了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今天的五花 做的非常死锅也 非常的肥而不腻 居然还没来得及就蒜 就已经吃完了一半 这个线椒 这个线椒好辣 这米饭拌着 红烧肉里的汤油香油香的 来点烂盐菜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媳妇尝了想吃牡师红烧肉 于是我发现岛柜在家里边终于找到一块 非常正经的五花肉 OK咱们的设备到呗啊 话不多说 先给他改一下刀 切成小条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给它切成小块 然后咱们把大葱给它切成小刀片 然后咱们把姜给它切成片 咱们把五花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给里边来点花 然后给里边来点水 稍微来点料酒啊 给它烧一下水 洗开了 没想到这草木大董能力还是不贺的 咱们把这五花给它捞出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水给它洗干净 现在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两三趾热 咱们把五花给它下来 这五花是洗净以后控干水分的 咱们可以放到里边小火慢炸 油温太高的话 我担心会见着我的帅脸 咱们这小火慢炸 炸至微微焦黄以后给它捞出 咱们把五花炸至微微焦黄 然后给它捞出 炸完以后咱们把油给它倒出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底油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多来点饼糖 简单炒个糖色 因为这个毛是红烧肉 不用老臭 完全靠这个糖色给它提色 咱们把冰糖炒至融化起泡 先是小泡 然后小泡变大泡 油就OK了 然后咱们把姜蒜给它下里边 然后来两勺辣椒酱 继续小火给它煸熟出香气 然后咱们把五花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喷点生抽 再给里边来丢丢猪猴酱 然后来点腐乳 炒差不多啊 咱们给里边来点八十年自来水 接下来八角桂皮辣椒 再下里边 最后给里边稍微搁点盐 再来点蚝油 盖盖小火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炖一个半小时以后啊 咱们把这些调料给它剪一下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烹点香醋 盖盖小火慢炖 这汤汁受干 你们别说啊 虽然没用搂抽 但是四则够可以的 然后咱们把肉再搂出 然后咱们找个盘给它盖上 一二三头 哇 咱们上边 给里边来点汤汁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不容易啊 终于装进了 哇 这是一个大菜 我跟你说 足足短短两个多小时 完全超级不赢 这五花三层还蛮诱人的 而且它们整体颤颤巍巍呀 哇天 这 嗯 嗯 超级爽 嗯 超级爽 哇呀 简直太爽了 这红烧肉简直太好吃了 对我来说简直是无上的享受啊 再来一个 今天的红烧肉甜做的跟果冻一样 哇 超级软饿 真是太爽啊 我觉得趁此良辰美景之时啊 不如咱们把米饭给它盖一下 咱们给碗里边多来几片红烧肉 稍微再拉点烂盐子 给它点缀一些 今天这个麻婆豆腐不咋样 麻婆豆腐多少点仓促了 你饭面是干 实干是可爱 简单来一个干饭 嗯 超级爽 嗯 超级爽 很糟糕 今天的五花切的小啊 吃起来不是很过瘾 超鸡爽 啊这一口一个的两句啊 真的好嗨桑 啊 这小米辣 这万个的小米辣真太刺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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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跟你们说这小米辣能辣到什么程度啊 还一瞬间这个爆发力 快点把我辣的胃精卵 再给大家来点这个麻婆豆腐 中八饭快点 真是让人极度舒适啊 咱们的红烧肉已经极致软烂到 一夹就能碎 咱们的红烧肉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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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点饭 今天的红烧肉真的是极致软辣 给大家表演一下 真的就拿筷子就可以把它夹撒 这个红烧肉80岁都能吃 刚才被小米辣辣了一下 我现在左手对小米辣产生点阴影 看见小米辣又开始有点瑟瑟发动 今天的辣椒又不要这么辣 我跟你说 刚才又吃了个辣椒 辣椒 头上的汗汁都出来了 感谢大家收看 祝你各位看我的视频 朋友们今天开心 拜拜 明天见